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科学家们发现 珠穀利甜点在制造过程中 可能释放出危险化学物质 施加度可能导致帝岸的受损 甚至致癌 这无疑给爱吃甜点的朋友们敲响了警钟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英国皇室的最新动态 离癌中的凯特黄飞将不会参加下月的皇家阅兵彩排 皇室官员罕见的发布了这一消息 凯特将在医生的建议下继续敬价 最后我们带来一则金融新闻 港元定存利率再创新高 半年定存利率达到四 事物理存款50万元可赚取逾万元利息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 这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岛日报报道指出 科学家警告珠穀利甜点可能含有危险化学物质 可能损害人类低烟的甚至致癌 以历史鲁问生物分子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 某些珠古力荡刀薄饼和华夫饼在制造过程中 会释放出高含量的致癌物质 这些化合物是在烘烤可可豆时产生的 形成一种称为阿尔法贝塔不饱和汤鸡的分子 研究表明 这些化合物与人类胃中的蛋白质和酵素相互作用 可能导致低烟而损害 素食细胞快速分裂转变成I细胞 研究人员分析了22种甜点 发现珠古力薄饼 华夫饼和蛋糕的有毒物质含量最高 远超出建议的摄取量 研究报告的主要撰写人杜萨特博士表示 欧洲食品安全局应对此类问题进行风险评估 星岛日报还报道 英国威尔斯黄飞凯特由于离癌正在疗养 皇室官员罕见的更新消息 确认他将不会参加6月8日的上校检阅活动 42岁的凯特黄飞目前正在接受癌症质养 暖本他应以爱尔兰卫队上校的身份出席该活动 但由于健康原因将留在家中静静 需待医生解除警报后才能重返皇室职务 白金汉宫表示英皇查理斯三世与卡米拉王后将在6月15日的阅兵仪式上乘坐马车而非骑马 这是根据医生建议做出的调整 75岁的查理斯将在他的官方声乐巡邮中与卡米拉一起在阿斯科特兰道马车上阅兵 加拿大之声报道了香港47人颠覆国家政权案的最新进展 该案发生于2019年反送诸时背后 2020年民主派准备立法会选举时 控方指控香港大学前副教授戴耀廷等人通过初选协调民主派 意图在立法会取得过败数 逼使行政长官辞职及回应抗争者的五大诉求 法官判决14名被告罪程 认为他们怀有控罪中所指的意图 策划严重干扰港府旅行职囊 两名被告李宇信和刘伟聪被判无罪 因法庭认为无法确认他们有颠覆意图 其余31名已认罪被告 包括组织者戴耀廷和多名参选者 将在6月25日处理求情 美国法国等多国等多国代表道庭旁听 美国驻港领事表示将密切关注本案探决及刑期 经济日报 5月底临近港元定期存款市场迎来一波加息炒 大西银行和富邦银行在四天内多次调升定存利益 半年其一年青年息分别达到4.15厘和4.5厘 创下新高相比之下 机右银行则微降半年期利率至3.9厘 专家指出这些加息举措主要是为了吸引存款 特别是在月节起息 然而大西银行暂时按兵不动 未加入这场加息战 以富邦银行的50万元门槛计算 半年定存可赚取10375元利息 即使港股连跌两日仍能为圣诞雨费提供保障 与此同时 金管局也通过贴线窗口连续两天向银行注入流动性 但港元拆息未见明显上升 专家预测未来几个月港元拆息将逐步回落 年底前有望降至4.42厘 抢断 纽约州州长霍楚正在考虑在学校禁止使用智能手机 以确保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学习上 霍楚在MAN3BC的采访中表示 社交媒体对孩子们有害 特别是在上学时间 他建议采用一种不上网的手机 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家长仍能联系到孩子 霍楚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交一份提案 并在明年的立法会议上进行投票 在此之前他将与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深入交流 了解他们的看法 家长们普遍欢迎这一提议 因为他们也担心孩子们被社交媒体的算法所困扰 强棒 沃尔格林宣布将对1000多种商品进行降价 加入沃尔玛塔吉克等零售巨头的行列 这些公司已经为顾客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折扣 消费者专家安德里亚或罗奇指出 目前降价幅度并不大 例如每包金鱼饼饼干仅便宜60美分 Better Qualified 首级执行官保罗·奥斯特认为 零售商们意识到消费者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因此降价是为了刺激销售 而非出于道德考量 阿尔迪和亚马逊生仙也在近期宣布了大规模的降价计划 预计能为客户节省大量开支 沃尔格林表示公司理解客户的财务压力 因此将继续降低商品价格以满足需求 奥斯特认为这些降价更多是为了企业自身的利益 而非真正关系消费者 《乔报》报道巴勒斯坦一美国护士 赫森·贾布尔因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医疗中心的获奖演讲中 提到袈裟的种族灭绝而被解雇 他在演讲中将自己的工作与加沙母亲的苦难联系起来 称看到加沙妇女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 让他感到痛苦 贾布尔在Instagram上透露 他在获奖后的第一次轮班时被医院领导召见 讨论他的言论如何把别人置于危险之中 毁了庆祝仪式并冒犯了别人 随后他被解雇并被护送出大楼 医院发言人证实了他的解雇 并提到他此前曾因类似事件被警告 加沙卫生部数据显示 自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 已有超过3 6万人在战争中丧生 丧生80%的加沙人口流离失所 批评人士指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相当于种族灭绝 但以色列否认这一指控 贾布尔并非该医院第一个应对中毒发表评论 而被解雇的员工 医院曾因类似事件解雇了一名著名研究员 香港电台报道 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应邀出席 并将发表关于中国的全球安全观的演讲 这是董军履行后的首次参会 美国国防部宣布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与董军在会议期间会晤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 中美两军高层保持战略沟通 有利于稳定两军关系 增进相互了解 中方对此持开放态度 如果两国防长确有会面 将在第一时间举行媒体吹风会 吴谦还指出 美方在一些问题上无视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制造对抗风险 制造冲美两军关系起伏的根本原因 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为两军关系稳定发展增添积极因素 乔报报道 随着拥堵费实施临近 MTA将在六月的前三周举办六场公众网络研讨会 向公众详细介绍这一新的收费计划 这些一小时的研讨会将解有约式的运作方式折扣及豁免政策 以及纽约人在6月30日正式实施该计划前需要了解的信息 希望参加的人士需提前在线注册 会议时间分别为6月5日、6月10日、6月14日、6月18日等不同时间段 问题可以通过注册链接提前提交给变期、提前提交给变质的一个关于拥堵定价相关问题的答案列表 供公众查阅 按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国际刑事法院埃西西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在过去十年间不断升级 2015年巴勒斯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随后埃西西西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对巴勒斯坦局势展开初步审查 引发以色列的强烈反应 以色列总理本甲米内塔尼亚胡批评本苏达的决定荒谬 而摩萨德局长尤希·科恩则加剧了对本苏达和埃西西的秘密战争 包括监事和恐吓 2019年本苏达宣布又合理依据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在备战领土上犯下了战争罪 尽管本苏达在2021年辞职 但埃西西对巴勒斯坦的调查仍在继续 最终在2024年5月埃西西检察官卡里姆汉要求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 在另一个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报道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召开和平会议 以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 并结束加沙地带的巨大苦难 习近平在中巴合作论坛上向阿拉伯领导人发表讲话 强调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不应无限期的持续下去 正义不应永远缺席 他承诺中国将继续帮助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危机 并提供5亿元人民币的几基人道主义援助 同时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署捐款300万美元 习近平的呼吁和中国在中东的外交努力显示出 中国试图通过和平解决冲突来提升其在该地区的地位 并与美国的不作为形成对比 连过所乎新加坡的彼达达利住宅区 在世界卓越房地产大奖中 荣获总体规划组别金奖 这是新加坡在这一奖项中首次获得该组别的金奖 彼达达利区以花园里的社区为设计概念 充分利用了该地区的绿地、历史和交通便利性 打造了一个以公园和湖泊为中心的独特居住环境 该项目还保留了候鸟迁徙路线中的停留地 并建设了官鸟平台 彼达达利区的设计不仅获得了国际认可 也将激励新加坡建屋局在2025年之前完成该项目的目标 截至2023年5月 已有超过7成的住宅单位竣工 其余单位预计在2025年完工 DBC报道 5月30日 香港最大规模国安法案件47人案应来判决 三年多前55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组织或参与20年代议场 义法会初选遭逮捕 其中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香港高等法院当天宣判 16名不认罪被告中14人罪诚 二人脱罪 香港律政司随后对无罪二人表明影意上诉 这场审判被广泛关注 涉及的民主活动人士包括一些知名的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 他们的命运不仅影响到香港的政治局势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乔报》报道了一位名叫丽莎·菲茨·杰拉德的29岁女子 在新泽西州莫里斯敦车站遭遇列车事故的惊险故事 5月5日在一场倾盆大雨中 她被新州公交公司的一列列车撞倒 腿被撞断 然而她顽强的自己爬上了站台并大声呼救 尽管一些路人对她的尖叫置之不已 幸运的是一名新州公交的售票员和莫里斯敦警察局的警官及时赶到 帮助她止血并安抚她 丽莎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但她的腿无法重新接回 尽管经历了这场惨痛的事故 丽莎依然保持乐观 并在康复过程中展现了惊人的坚韧 她的家人和社区通过GoFundMe网站筹集了七万七千多美元 帮助她渡过难关 丽莎的故事被称为莫里斯敦的奇迹 她的坚强和乐观让人们深受感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